《�棋利法室》 《忽必烈》生於1215年 蒙哥漢之嫡 年輕時的忽必烈 就有大有位於天下的遠大抱фу 甘得成吉思汗的賞識 他不僅供馬行屬 能徵善戰 而且對漢族的文化也很了解 是蒙古皇宮中少見的能民之人 弗必烈的大哥蒙哥積大捍衛之後 委託弗必烈全權管理大漠以南 漢族地區的軍事行政 1259年 蒙哥戰死 弗必烈和阿里北哥為爭奪捍衛 展開激戰 1260年 弗必烈奪取了蒙古帝國的捍衛 年號中統 1264年 弗必烈又定燕京為中都 1267年 弗必烈開始營建燕京新都 歷時十年才完工 1271年 弗必烈廢除蒙古國號 改國號為大園 1272年 元世祖弗必烈改中都為大都 正式遷都燕京 弗必烈穩定自己在蒙古的統治之後 開始南下供送 他先取襄陽 令南宋門戶大開 經過多年討伐 1279年 南宋滅亡 之後 他又將西藏 雲南 新疆 東北 台灣等地 都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 經過多年的經營 元世祖終於結束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據局面 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大帝國 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統一 元朝疆域十分遼闊 北宇欽山 西極流沙 東盡遼佐 南越海表 超過了漢堂最興盛的時期 元朝的統一促進了國內的民族融合和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 為了維護統一 鞏固捍衛 元世祖忽必烈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他首先廢除蒙古族傳統的分土立國的方法 和忽利勒台大會制度 重新建設國家機構和職官制度 加強中央集權 元世祖在中央設立中書省掌管全國行政 又設書物院負責軍事 設御史台負責監察百官 最後大權都集中到大汗的手中 在地方就設立行中書省 簡稱行省 還設置行書物院和行御史台 行省下設路、府、州、縣等行政機構 元世祖還改革了軍事制度 實行軍政和民政分開 成立了26隊親兵 由自己親自控制 將軍權集中在自己手裡 在經濟方面 元世祖獎勵農喪 減少賦稅 折省搖役 大力恢復發展生產 在中央設立勸農師 向全國各地派出農事 限制牧場侵佔農田 禁止伸出淺踏莊架 大力推行團田政策 輕收水利 整頓疫站制度 修足疫道 開墾運河 打通水路運輸線 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前塘五大水系 在全國各水陸交通線上 設置疫站 用來傳遞公民 保護雙女 還設置了急遞譜 傳遞緊急公民 在泉州、廣州等地 設立市博提舉師 管理海上貿易 元世祖還大力提倡 以漁學為主的漢族傳統文化 重建孔廟 擴立漁家的統治地位 他極力拉攏漢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 免除餘生的搖曳 元世祖大力興辦學校 在中央設立了國子監 培養了很多人才 他選派名譽、編修國史、翻譯經書 他讓藏族高增伯斯巴 創造了蒙古新治 又將一批漢族典籍翻譯成新的蒙古文 供蒙古貴族子弟學習 元世祖對佛教、道教、警教都加以提倡 在中央設置專門機構進行管理 但是元世祖的變革也有很多不徹底的地方 不但沒有徹底廢除分封采一的制度 還增加了很多中皇的食一 元世祖還保留了蒙古貴族 促養奴隸的制度 和滑脫制度 嚴重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 破壞了社會經濟 元世祖還發動了很多次對外戰爭 兩次大舉進攻日本 以失敗告終 兩次攻擊越南 武功而返 元世祖晚年逐漸趨於保守 甚至環顧僵化 元朝的統治也開始衰落 1294年元世祖便病死了